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美很难过 为了让孩子们开心起来 小美主动带领大家一起做游戏 孩子们又开心地和小美玩了起来 可唯独小帅依旧闷闷不乐 并一直冷漠地盯着自己 小美觉得很奇怪 但也没做多想 不一会儿又和孩子们玩起了捉迷藏 小美开心地和孩子们玩闹着 她钻进纸箱寻找藏起来的小朋友 爬着爬着 突然小帅挡在面前 并冷冷地盯着自己 小美吓了一跳 连忙问小帅怎么了 小帅依旧不说话 而是掐了一下小美 转身爬开了 小美只好跟着爬了出去 可小帅却堵在了纸箱出口 并愤怒地砸着纸箱 小美吓坏了 赶紧爬了出来 准备打电话给小帅的父母了解情况 而另一边 小帅依旧坐在角落 默默地注视着小美 电话响了许久 根本没人接听 突然 电话那边传来了刺耳的噪音 小美下意识地拿开电话 转过身 发现孩子们团团将她围住 并冷冷地盯着她 还未等小美反应过来 小帅突然对她说 我讨厌老师 说完孩子们就全都跑开了 小美很纳闷 她不明白孩子们这是怎么了 到了午饭时间 孩子们乖乖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正要开动时 小帅突然打翻了桌上的饭菜 并大喊着 我讨厌你 你走 小美这次真的生气了 没想到 其他孩子也受到了传染 纷纷对小美喊叫起来 一边喊叫 一边打翻了饭菜 并冷冷地盯着她 让她走 小美终于崩溃了 她歇斯吉里地喊着 够了 孩子们突然安静了下来 午饭结束 到了午休时间 孩子们一个个都陷入了梦乡 小美靠在桌上有些沉沉欲睡 突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一个男老师打开了门 询问小美 你看起来很累 小美点点头 失落地说 今天孩子们都说讨厌我 大家都好奇怪 说着 小美的困意再次涌来 那老师突然严肃地说 不能睡 说完就离开了 可当老师走后 小美还是没忍住困意睡了过去 睡一见浓 小美突然被吵醒 睁开眼一看 孩子们纷纷围在她身边 冷冷地盯着她 并大声地对她喊 不能睡 对她拳脚相加 小美彻底崩溃了 她猛然从梦中惊醒 原来 这一切都是个梦 而此时的孩子们 都乖乖地坐在床上 一只导弹的小帅 恋恋不舍地说 老师 一直以来谢谢你了 说完 孩子们突然又倒在了床上 纷纷睡了过去 此时 一滴泪水 从小美的眼角滑落 画面一转 小美从医院里醒来 原来 在一次郊游中 小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除了小美 所有人都不幸于难 而小美也因为重伤昏迷不醒 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不愿醒来 孩子们拼了命将她唤醒 小帅的妈妈说 小帅最喜欢的就是小美老师了 如果她知道老师活了过来 应该是最开心的吧 因为喜欢 所以不得不让老师刺心 这样她才会活下来 他们才能安详地离去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天使 他们是那么纯真 那么美好 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健健康康地长大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AKB恐怖之夜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